李泰正,霆ーフ 你好,我是新界那沙中學的同學代表 我想問一下葉太 surprised 剛剛你也說過,你認為自己是民望高 或是將來會真的進行選選的時候會參選 但我想問一下... 計算日前你重徵曾經提出過 對於23條立法 你是一些曾經表態 所以之後令到可能在政壇裏面 有一些忍退的情況出現 我想假若日後你真的有機會成功成為特首 你在五年的任期之內 你會不會進行23條立法 謝謝 簡單回應好嗎 第一不是我說我自己文望高 是李柱銘說的 也是有文調數字顯示的 星際冷沙中學 這邊 各位嘉賓好 我叫譚浩然 我是新加拿下中四級的同學 作為一個90後 我出身於回歸之時 我未經過港英政府的統治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其實回歸了15年 為什麼一些老一輩的香港人 會懷念我們港英政府的統治 而只是不喜歡中央政府的統治 其實我相信 除了港英政府可能高效 或者可能嚴結 其實我相信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中國一直看到的新聞 就好像李黃陽被自殺 一直在打壓我們的民主進程 究竟我們怎麼去相信 一個這樣的政府 會真的給我們香港一個民主的社會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既然之前兩位嘉賓都說過 我們要跟中央握手 或者要去令中央沒有疑慮 那我們是不是要選擇性 不去六四燭光萬會 或者不去紀念一些應該要紀念的人呢 好 多謝你 你提出了現在年輕一代 基本上矛盾的思考在這裡 好 請 擁有機會 受到區域來的 拿大西中學 我 尼智生的拿大中學 對於張曉明的言論 他說至中央是有權任命特區的主要官員 我想問一下 又何來港人治港呢 之後再對於 對於他說到的就是說 對於他說到的就是說 就是說到 23條 我想問一下23條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何謂顛覆政權引起煽動呢 那我現在說的話我反對我算不算煽動呢 還有你說信任 信任 在由23條到現在的國民教育的事件裡面 我想問一下中央做這麼多事 叫我們香港人怎樣信任你們呢 好 麻煩你 首先現時佔中者普遍都是不足30歲的年輕一代 但是他們盛受著身體的損傷 家庭的壓力 甚至賠上一生前途的風險 不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面對失業問題 或者覺得自己沒有常流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他們想為社會奉獻 他們不是沒有獨立思考 正正是因為有獨立思考 所以他們會拒絕接受不公義的社會的制度 努力堅守社會的核心價值 因此我想問台上的嘉賓 你們聽不聽到我們訴求的聲音 你們了不了解年輕人追求的究竟是甚麼 你不如指定一位回答你的問題好嗎 李梓敬主席 OK 李梓敬 主持好 世偉金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新界那沙中學的同學 香港回歸至今 政府一直大力推行身份認同感 以及以各種手段希望加強我們這個市民對國家的自豪感 但是除了2008年之外 這個一直都有下跌的趨勢 其中以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感為之 都有特別引人關注的 當中的原因 跟中央近年來不停干擾香港事務不無關係 所以當然是鄉哥哥和中港球迷互罵 我覺得都只是反映政權回歸 但人生沒有回歸這個事實 好 麻煩你了 是不是有請另一位新界那沙的同學 沒有了 是不是 有沒有 和蔡毫無網文 大家好 侯磨一 港幪狗魚 我是一個香港身份證 但是 我從小因父母的關係在大陸成長 其實我並沒有感覺到像大家說的 大陸和香港的矛盾有這麼嚴重 在大陸那些同學 知道我是香港人的時候 並沒有對我產生什麼反感 同樣我來到香港 大家並沒有認為我在大陸生長有什麼問題 我倒反而认为 现在的问题是 对大陆政府可能有一些点的 可能大陆政府出了一点的问题 因为好多大陆的媒体 都会区报一些香港的新闻 区报 区报 这些 但是在大陆的一些年轻人 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 好 谢谢你 同学